作词 李宗盛 天地玄黄是否懂得爱 言语说出来总少忽灭无奈 每段耳里情长爱到嘴边有口更难开 说来的不明白 不明白再来 懂得提示做对音话上乐是否懂得爱 还是我需要学会怎么期待 每段命中感情可恶只是才花的意外 要等的不回来 不用等的自然才 儿女似情花开 在颤抖中花开 任几天的最继络的手最深的安排 谁保证她会来 你还可以不带 不得得来个年华之手 不忽然理睬 而你此情何在 在石头一起猜 怕地到天荒白 被盲念的花装眼彩 爱不来就不来 爱我自然明白 该不该也回来 该不该也回来 爱是回到远了 啊 啊 啊 老爷 你回来了 你这么早就起来了 昨天晚上 我根本没睡 我等了你一晚上 我没事 别担心了 哎 老爷啊 我听你的吩咐 把玻璃窗啊全砸了 对了 六哥哥看见了 也吓了一大跳耶 哦 嗯 老爷 你要不要把这个窗户纸在湖上啊 啊 不用了 啊 这窗户空洞洞的 日晒雨淋的 怎么能住人呢 我 不打算住在这儿了 啊 老爷 那我们住哪儿啊 啊 这是五十两银子啊 是老爷我平时攒下来的 多元不多 你就拿着吧 老爷 你为什么要给我钱啊 以后我用不着你伺候了 啊 老爷 你不要我了 对啊 你走吧 为什么 是不是想到做错什么了 如果想到做错什么 你们以后不再晚了 你 你没做错 啊 只是 哎呀 你别废话了 回老家去吧 老爷 你以后不是不知道 小四没有家的呀 你 那你就随便找个落脚的地方 娶个媳妇 好好过日子吧 拿着 不 不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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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留下我吧 我 老爷不去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留下我吧 混账 老爷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求你留下我吧 老爷 老爷 好了好了 起来起来 老爷 你是不让我走了 不是 啊 老爷 我知道了 你是怕得罪了贵大人 怕会连累我 笑话 不瞒你说了 我倒是怕你连累我 我 老爷 我如今啊 截然一身四海为家 我还带着你这个包袱干什么 你这个蠢菜 嗯 跟了我这么多年 只会给我添麻烦 搞不好还有老子我替你去挣饭钱 我 我才不要这么受累呢 老爷 你到底怎么想的 有什么打算呢 算了算了算了 你我祝福二人 缘分已尽 以后啊 你不许再跟着我啊 你自己走吧 老爷 小四 你怎么了 老爷他 他怎么了 他 你刚回来 把这包银子塞给我 他说 我在这屋里住了 不许我跟着他 算事就没人了 他有没有说去哪啊 他没说 他不许我追 自个儿走了 李九月 你站住 你快给我站住 你快给我站住 李九月 哥哥 干嘛 你是不是要去找贵仔心啊 师妹 对付这个奸贼 你要冷静 你要从长记忆 你笑什么 没什么 我只是听到 六哥哥 居然会全人冷静 感觉有点滑稽 你还小的出来啊 你知道的就好 连本哥哥都不想路某从事 你这么聪明 你应该明白 你若冲动行事 一定会失败的 什么冲动行事啊 我林某既不求胜 败又何止呢 我只是为天下讨一个公道 不能去 闪开 我不会让你送死 你这么去 一定会死的 林某屈意已决 你 不要去 要去 我跟你一块去 喂 你听着啊 我林某不想再欠你人情 请你不要再插手了 拜托啊 保重 喂 快点快点 过来 哎 还有你们 多多跟上啊 快点快点啊 好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我们现在去贵府救人 走 慢着 按摩 刘儿 你们去贵府干什么 林某爷要去找贵乃兴报仇啊 有这样的事 是啊 我劝过他 可是他不听 我不能看着他白白去送死 我要去救他 走 站住 全都留下 谁敢望出王府一步 看我不扒了他的皮 剁了他的脚 阿玛 包括你 为什么呀 你难道不知道贵乃兴是谁吗 她是太后脚底下的一条狗 手里的一根鬼 她现在如日中天 谁敢不给太后面子 谁敢跟她对干 阿玛不行 你更是不行 那我们总不能看着林九月 白白去送死啊 林九月绝定聪明 段没有道理 不知道死去后果 她是有备而去 你的意思是说 她早已知道 她决议要去送死 一个人决心要死 谁都阻拦不住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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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求求你了 求求你救救林九月吧 她执意要死 你应该成全她吗 不行 就是她要死 我也不会让她死的 我要去救她 站住 我 大胆 为了一个林九月 你也太不像话了 乌丹 把哥哥送回房间去 没有我的批准 谁都不准放她出去 难敢私从者 加法处置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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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你生前体饿 又不能喝酒 不吃葛萝 现在 可以百无禁忌 与九月一起 尽情的吃喝了 夫人你听着 待为夫吃了这块狗肉 长了些力气 就去向来狗日的 声讨他的狗命 替夫人出气 放心 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 让你的在天之灵 得到安息 葛萝 莫丹 我求求你 我快要发疯了 一定要帮我 可是 可是什么 我知道零九月 今天一定会去贵府 去找那个狗贼报仇的 所以我一定要去救他 瞒着王爷是小 可是 你别担心你啊 你都说零九月此去 必死无疑了 那你还要去 这不是很危险吗 我是哥哥 相信贵南心 不敢拿我怎么样 只要你答应帮我 你放心 我保证平安回来的 可是 牡丹 这真是件宝贝 对 老佛爷 您看这观音 长得多慈祥 就跟您似的 这个贵南心 对本宫也有心呢 不忘本宫赏他 红宝石顶带呀 又是贵南心 难怪呀 你知道什么 全怪 奴才多嘴 奴才多嘴 怎么了 奴才还是不说的好 管跟我吞吞吐吐的 说 奴才 早就听说过 贵南心请人 打造了两尊 七宝观音菩萨 两尊 对 两尊 一大一小 大有多大 小有多小 小的是一尺二 大的是一尺五 那 这尊是 不大不小 正好一尺二 大胆 我也这么说 这贵南心 我不是说贵南心 本宫在说你 我 那贵南心 怎么敢如此对待本宫啊 一定是你一派胡言 不是 奴才也是 文书 未经证实 你竟敢在本宫面前胡说八道 奴才该死 如若再犯 本宫令人把你的舌头剪掉 奴才再也不敢了 奴才知错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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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对 大人 谢谢 谢谢 哦 大人 大人 你也来了 来来来 行 行 行 谢谢 大人好 这是幸会 幸会 请 请 明顾朱大人到 朱大人 贵中堂 恭喜恭喜 谢谢同学 一面请礼 来来来来 请吃菜 请吃菜 别客气 千万别客气 这位公子 来来来 请用菜 请用菜 别客气 请吃 贵大人 独宿之客 零九月 也来讨杯喜酒 啊 是才领某啊 打着路过 只见府上车水马龙喜气洋洋 想必是有了可喜可贺之事 玩起来凑凑热闹 老爷 我马上把他轰出去 哎 他既然是来讨喜酒喝的 那就是客 我们贵府就不能慢待着 那是 那是 林大人 请请请请 打扰了 啊 请问各位啊 恕小声无知 不知道贵大人何喜之友啊 啊 我知道了 一定是哪位姨太太给您添了一对双胞胎 嘿嘿嘿嘿 妄疼 零九月 这里可不是你装疯卖傻的地方 啊 不对啊 啊 算我猜错了 不是天丁 啊 我知道了 一定是府上的桌椅板凳什么的突然生鲜得到 又会唱歌 又会说话 又会跳舞了对不对啊 你 你 找死你 哇哇哇哇哇哇 这么大喜的日子 说什么死不死的 你这个狗狐猜是怎么当的你 哼 这也不是 那个也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呢 林某要请教各位 到底是为什么是到这来贺喜啊 嗯 贵仲堂 蒙圣母皇太后恩宠 班上红宝石屌子和明家书法一贴 难道你不知道吗 哼 哼 好了 各位大人 不要因为这个疯子扫了大家的信 来 我们喝酒 来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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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某来喝酒呢 是来恭喜大人就不能两手空空啊 希望大人笑纳 纳 这方寸之物也能算是贺礼 看来是林大人的传家之宝啊 怎么讲 折扇贪花献折扇 这把扇子是他那把扇子的孙子辈啊 哈哈哈 既然供奉盛世 这把小小的纸扇上连一句贺词都没有 傻风景 傻风景啊 就是 哎呀 你们这些俗物财笔 眼里只有那些金银财宝 哪里看得出林某的美意 哦 出来听听啊 贵中堂 清明之上 未及人臣 那早已是家财万贯了 哎 她家里也是缺金子还是缺银子啊 那 比如说这位老兄吧 您就算献上玛瑙珍珠 您以为贵大人他稀罕吗 呃 这倒也是 再说您吧 您献上零罗绸缎 贵大人他看得上吗 嘿 哼 所以说啊 乌以稀为贵 离以虚为柔 我要送啊 就送贵大人他最缺的 笑话 贵大人 岂会缺你这把小小的扇子 这不愣妆 诸位看仔细了啊 这扇谷是什么面子啊 青色 那扇面呢 白啊 哎 这堂堂的贵笔 连小小的清白都没有 那之后有我亲手奉送喽 让你带着 等等 再走 放elas 的 这么你的心 有点好说啊 桂府 难道大哥想替地众们报仇 既是报仇也是救人 贵家经分析笔 怕生军机大神了 现在动手恐怕不太容易 不怕 今天那个老贼正在办喜事 咱先进去蹭一杯喜酒 再见习起事 能进得去吗 有事 看我的 干什么呢 舅爷 见着一位疯子嘛 高高的瘦瘦的 穿的破衣烂衫的 什么疯子 知道在什么地方吗 这京城九门之中 谁不知道这是贵中堂的尊府啊 小的是怕那疯子闯进了撒花 没大没小的 要知道 他可是连金鸾殿都敢闹的主啊 你说的零九月 没错没错 您看见了 不但看见了 我家老爷还把他当贵宾请进去了呢 哎呀那可不得了啊 哎呀实不相瞒啊 我们几个就是在太医院当差的 正打算奉旨把瘟瘟子绑结实了关禁闭呢 想不到他闯到这儿来的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进去捆人呐 好好好 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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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什么人 往哪里跑 弟兄们 动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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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别动 别动 都不举动 都给我老实站着 老爷有力 都给我押到柴房关起来 贵大人 林某只是跟你开了个玩笑 你不会看不开又把林某关进大牢里吧 我跟林大人也算老朋友了嘛啊 啊 林大人爱开玩笑是出了名的 哈哈哈哈 林大人 以往的事情就算是误会啊 是吗 你想激怒老夫 在这儿闹事儿 然后毁了老夫的喜事儿 对吗 我告诉你 嘿 老夫今儿不会上你的当 你啊 还是乖乖的给我喝完酒 然后滚回去 不 林某今日除了桃杯酒喝呢 还有一桩心愿未了 什么心愿 今天府上高鹏满座灌溉鸡啊 都想一览御赐之法帖啊 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 您就把您的法帖请出来 让大家一保眼福啊 就这事儿 陈陈 在 妈咪 把太后四的法帖请出来 给大家瞧瞧 渣 有心一毒 好眼福啊 嗯 哇 你看看看看 儿子 各位大人请看 妙品 妙品 十一世十年 好啊好啊 货麦于十家 太后果然盛名啊 贵大人 独具慧眼所赏不虚 怎么讲 看这帖子乃是何人所书啊 北宋菜经啊 菜经 大奸也 膝上压下 脉关欲绝 内积起宋江方辣之乱 而外呢 酿成了靖康清腹之变 足足断送了大宋一百七十年的江山 那都是陈年旧账 前车之辙 后车之剑 太后将菜贼之书归于贵大人 就叫做红粉溃家人 宝剑赠英雄 贼书赐鼠辈 狗屎为蟑螂 贵大人得此法帖 正正下怀啊 中间太后她看人分毫不差 实在是盛名啊 你放屁 你是说我还是说太后啊 你 你不想活了你 我无所谓了 但是我要走 一定先送你上路 以为我夫人在天之灵 你 你还愣在那儿干嘛 快给我拿一下 是大人 好小子 我正找你呢 干什么 对我夫人全打脚踢的救星主 来人 徐哥固室的狂图给我拿下 我教你怎么开人房 这是我在做温度敬你的 这是西明兄找你的 你有一只手 对我 我感觉地 好 我 prophets 对我 我 死 你 在 我 你 我 哇 是你啊 打下这么好玩的事情 总不叫我一声啊 贵乃兴 你今天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老爷 打打打打 把他俩给我拿下 不是 老爷他好像是六六六六 我今儿六亲不认 大胆贵乃兴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我是谁 你连我也敢打 老夫有何不敢 你私闯官府 甭说我拿你 拿你是亲的 给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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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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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得好 你 贵乃兴 你 打 你 打 你 打 我打 我打 王爷 请用 王爷 你叫我 去 把六儿叫起来 哥哥他 他在午睡 都什么时辰了 还在午睡 把他叫起来 可是 可是哥哥他身体不舒服 恐怕 不用了 本王自己去 不要 怎么 罗宾想起来了 哥哥他睡完觉出去散步了 散步 和谁一块 这哥 这哥 牡丹 看着本王 不会是剑王正又犯了吧 奴婢该死 王爷赎罪 他是不是去闯贵府了 奴婢该死 王爷赎罪 奴婢想拦 梅兰主 各位大人 今天零九月 活同一名小贼 闯入贵府 企图谋害老夫 打 给我往死里面打 贵乃心 我跟你要不动在 天之仇 死 人仇害嘴 给我打 往死里面打 上旨驾到 贵乃心 贵乃心 接旨 贵乃心身为朝廷大臣 飞扬跋扈贪赃王法 且不律国事之间竟然勾结洋人贩卖军火 顺天科长又出卖官杰 迎私舞弊 败坏朝纲 辜负朝廷重托 离当严家治罪 但念其曾有孝国之功特于宽幼 仅将所赐红宝石顶带及法帖追回 愿如闭门思过痛改己非 亲此 奴才 叩谢太后圣恩 叩谢太后圣恩 这 鬼贼 老天有眼 这我怎么会呢 太后耕耕耕赏伺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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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啦 有人吗 快开门啦 快开门啦 开门啦 这怎么办呢 怎么都没人 开门啦 救人啦 你一定没事的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开门啦 开门啦 有人吗 开门啦 快开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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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不重要 得马上先救他 行行到那趟啦 行到那趟啦 谢谢啊 这是草药 替他敷上吧 我叫小二替他敷上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你的伤不轻啊 我真的没事 一定要好好地料理一下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那我就把药放在这儿 好好休息啊 多谢啊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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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打傻瓜 你才是打傻瓜了 你说啊 你继续说啊 说什么 就说你刚才说的那些 刚才说过的话吗 你再说一遍 有什么好说的 孤男寡女 我刚才说一遍 你知道这很危险吗 阿玛 这是女儿的主意 不关她的事 她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再说了 教子在外面 马上给我回去 下官该死 脸泪格格受伤 如果王爷要怪罪的话 全怪临摹 阿玛 我这就跟你回去 我们走吧 零九日 你要给我好自为之 你走吧 妈 阿玛 为什么本王的女儿 总是不肯听她阿玛的话 总是要惹她阿玛生气 阿玛 你还在生气呢 刘儿从小到大 不都是尊敬顺从阿玛的吗 可是为了一个零九月 你却三番五次 违逆本王 任性妄为 阿玛 路儿绝非故意让你担心 只是人命关天 女儿再任性 再怎么样 都只是为了救人 你可自己送死 也要去救人 我 我 鬼府里发生的事 本王早就知道了 你这样做 当同送死 若非老天眷顾 或是那零九月 命不该绝 你早就送命 本王 也早就失去 你这唯一的女儿 对不起 阿玛 你是阿玛的女儿 阿玛也不会怪你 阿玛只是痛心 更是心痛 阿玛 六儿真错了 你就别再生气了 你以往的任性 阿玛不会再追究 只要你答应我 无论如何 以后绝对不见零九月 永远不见面 为什么 他跟六儿 是最好的朋友 你还想再骗阿玛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们俩之间 又岂止是朋友 谁看不出来 你们俩非泛泛之交 乃是两情相悦 阿玛 零九月 根本就不喜欢我 他已经跟我说得很清楚了 他 他还故意避开我呢 总是如此 你会死心吗 我就是喜欢零九月 又怎么样 我为什么不可以 跟他在一起啊 因为你是王府的哥哥 是本王的女儿 这是王府的家规 你刻意不听你阿玛的话 难道额娘的遗训 你也不听吗 额娘的遗训 都是你额娘在临终前 陛下两条规矩 我旁扶驾驭 不论对方身份 怎么高贵 一 不许坐销 二 不许续嫌 林九月到底是有欺世之人 虽然林夫人已经过世了 若你嫁给他 等于是续嫌 家规不可为 不单你 王府世世代代 都不可为 即使你俩真心相爱 有情有义 也绝不能拥结同心 阿玛 你这不是在逼我吗 你给我记着 你既是王府的格格 既要遵守你额娘的遗训 无论如何 且不可再深陷泥潭 也不可偷偷再去见林九月 听见没有 老爷啊 身体要紧 你也不要多想了 早点休息吧 行了 行了 你别放我了 你先歇着吧 上次没了就算了 可是 不知太后明儿 该会不会连你的官职也 好了 别唠叨了 看我还不够烦 你就只管拿我出气 你不想想 本来风风光光的过日子 可你还大肆张扬 忽然跑来一个林九月 捣乱不说 居然还被太后收回赏赐 你说这贵府上上下下 还有何别面见人 你这 这是怪我 不管你怪谁啊 甭说了 这趟又是你把太后给得罪了 否则太后怎么会无缘无故 把你的赏赐收回了 我就是想 我就是想破脑袋眼 我也想不出来 我究竟是犯了什么错 太后 说到底是个女人 女人永远都是善变多疑的 说不定 这是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 而得罪她了 完了 刚刚开脱了一个罪名 又搞砸了 老爷 老爷 还想出去出去 什么时候了 别烦我 老爷 请老爷息怒 只不过 刚才宴会时 有几个闹事的人 还被关在柴房呢 请问老爷 该如何处置他们 蠢才 还不够烦是不是 还想把事情闹大 不是 老爷 赶紧放来 是老爷 真是祸不单行 这往后的日子 怎么过得下去呀 有些朋友 天南地北 你却记得他是谁 你却记得他是谁 有些情人到老不约会 却让你心醉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是死路归 只为证明我做的对 有些虔诚面目都全非 我却无所谓 你却约会 倒闹门 我不只是为 bombs 你却无所谓 我只为 KE 我却无所谓 逃了滋味 逃了滋味 人生不断 互作非为 结果伴儿无言无悔 而今朝忘了秋水 更爱人虚伪 你不是我这么描绘 我不只为听小姐 我不是这么体会 盗浪滋味 盗浪滋味 我不是蔷薇 依然懂得香味 我爱过谁 我又是谁 我这几三子问玫瑰 你不是我这么描绘 我的只为听小姐妹 我不是你这么体会 盗浪滋味 盗浪滋味 咕噜咕噜的直接昂欢 太医啊 你就跟打雷似的 那我就给您 扎几针 不不不 太医 免了 免了 何亲王 我看就让那林九月到荣城去当个支县吧 支县 太后 那林九月毕竟是个六品金官啊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还讲究这些 太后 是不是还有别的 就这么着了 臣 遵旨 来不及了 她已经离开了 她走了 是她通知王府的人 把你接回来 你现在明白了 假如那林九月对你还有一点真情意 她也不会如此对待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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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